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有天赋 也非常喜欢武打片 梦想着自己有一天也能像李小龙那样在影片中大放异彩 对于他的这个想法 家里人并未过多阻止 于是18岁的时候 他便拜了大圣批挂第二代掌门人陈秀忠为师 学习武术是一件扑燥 想要花费很多精力的事 很多人都找个陈秀忠学习 但大多数都因为吃不了苦 半途而返 可显昊英却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力 他不仅按照老师的要求将要训练的内容做好 甚至还要求老师帮他加练 早上天高蒙蒙亮 他就在训练场上灰汗如雨 晚上天黑了 他依旧努力地学习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学成了一身好本事 也因为这身记忆 他在搏击比赛中被人注意到 最后邀请他到一部电影中参加拍摄 多年埋头苦练 机会就这样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他非常激动 因此这场于他而言电影首秀 他出演得非常卖力 结果自然也是满堂喝彩 并因此打开了进入娱乐圈的大门 但当时一个素人演员是很难熬出头的 也几乎找不到公司签约 也就拿不到什么剧本 于是1983年 他加入了少使第六级武训班 由于有不错的武术功底 他很快就成为了龙虎武师 当起了替身演员 但替身演员不仅辛苦 也非常危险 在拍摄的过程中 祸皮流血那是家常便饭 跌打损伤也是很平常的事 最严重的一次 他不小心撞到了后脑勺 导致在医院整整昏迷了三天 醒来之后 原本对他的爱好非常支持的家人 强烈反对他在从事替身工作 不想再看见他全身都是伤 害怕家人担心的他 听从了家人的建议 从那次之后 就开始慢慢减少了很多替身的拍摄工作 后来他家住了亚史 期间出演了有很多不错的经典作品 例如《僵尸大战2》《我和僵尸有个约会》《金武门》等 口碑都是很不错的 尤其是在《我和僵尸有个约会》中 他饰演的日本高僧孔雀大师 形象让人记忆有心 难以忘怀 但后来公司内部出现了问题 连头部演员处境都很危险 何况他一个小小的配角 随着作品和戏份的减少 为了养家糊口 他不得不去兼职做出租车司机 2004年他家住了TVB 在16年间 他参演了50多部电视剧 但基本上没有什么发挥的机会 每部剧都是演一些小角色 以演黑帮大佬 恶人 教官等角色为主 不过也还是有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 比如郭靖安主演的《古灵惊叹壁》中 一看见血就晕得谢小凤 就是他扮演的 以及在袁伟豪主演的《铁马战车》中 他饰演尽忠职守的交通警察戴君一角 把这一角色的硬汉形象演绎得非常到位 他在这两部剧中虽都不是主角 但是他饰演的角色都给大家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显浩英也在观众面前表现的是一副钢铁男人的模样 谁知他也有熟情的一面 他非常重视家人 跟太太结婚几十年 一直都是相濡以沫 每逢妻子过生日或者情人节等节日 他都会安排好各种旅行计划 准备好妻子喜欢的礼物 给妻子送上惊喜和祝福 2010年时 他被邀请录制歌曲 其中一首最后的温柔 就是用来纪念和老婆的结婚纪念事 后来这首歌更是拍成了MV 放在网上 两天便有数万的点击量 网友更是把他和张学友 陈一迅 李克勤 并列封为香港 心四大天王 众所周知 娱乐圈里有钱就变坏的渣男不少 身边媳妇年年换心 速度比换福字的速度还快 情人多到数不过来的也不少 但像想好英这样顾家的男人还真是稀有品种 他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在事业方面也是多方发展 除了演戏之外 他还开设了一个拳机馆 在私人时间会教人打拳以及锻炼身体 同时还可以赚点小收束 圈内也有很多艺人是他的徒弟 比如黄浩然 麦长青 肖正南等 而他的两个儿子也十分孝顺 懂事 平时父子三人经常一起运动和锻炼 看得出父子间的感情非常好 近几年来他一直在钻炎 钻酒 推拿等一学 可能因为在之前做武师和替身的时候 给身体留下了很多隐患 想先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还有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如果以后不拍戏了 可以从事中一方面的相关工作 而平时要是不忙着拍戏 教学徒 大多时候他都是陪伴家人 在娱乐圈中他也是出了名的爱妻 平时对老婆都是呵护被制 此前有记者拍到他陪伴妻子一起去逛超市 两人手牵着手 十分的温情 丝毫不像结婚几十年的老夫老妻 依旧浪漫十足 后来他和他妻子在柜台排队等待付款 妻子提着东西 他负责买单 不一会儿妻子就发现了跟拍的记者 不过被记者跟拍对于他这样的TVB艺人来说 都已经是家常便饭的事情了 他直接没有去理会 离开柜台之后 还非常自然地把妻子手上的袋子拿过来提着 然后手挽着手离开了商场 显浩英在这么多TVB港剧中 一向都是恶人居多 能打又能演 没想到在现实生活中 却是这样一个有铁汉柔情的男人 虽然长得很凶 但是了解他的人 都亲切地称呼他为显师傅 因为这个人心眼识 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 说话办事喜欢直来直去 所以显师傅的人缘还是不错的 但他这样一个男人 却曾经因为与人动手 差点被抓 2010年凭丁国肖雄之 《替海豪情》里 排骨一蹶爆红的 《无限一元》熬家年 单方面宣告玉席 成被大胜批挂高手显浩英 用玻璃杯打爆煤 伤口伸至箭骨 要缝三针 而且可能破相 要接受整形 事件一出 舆论纷纷 很多人表示 原来显浩英 居然这么恶毒 不过媒体随即辟谣 原来事情另有隐情 据当晚的在场人士透露 其实是有人喝了酒 惹是生非 显浩英是无可审来出手的 同为习武之人的 敖家年与显浩英 数年前因合作认识 随即一派而合 敖家年拜师 跟随显师傅 学习大胜批挂 不过大概2009年时 两人因为一些私事断交 试图恩断义绝 从此交恶 此事在电视圈中 几乎人尽皆知 其后不论同聚合作 或者是在活动中碰面 两人都互相当对方是透明 不相干 本来亦是一直相安无事 直至两人共同出演的 花花世界 花家姐 在香港九楼湾 以卡拉OK举行杀青宴 当时欧嘉年一朝得志 习无伦次喝高了 主动挑衅西日恩施险浩英 却学意不惊 受伤收场 去出席当晚杀青宴的目击者爆料 有人熬出头红了 喝高了 意气风发 炫耀说公司即将新开一部 武打电视剧力捧他 倒是一定更红 说着说着 还指着险师傅说了些话 越说越过分 险师傅是无可审才动手的 之后一个玻璃杯子飞过 那个人流了一点血 不要说还手 当场吓到马上酒醒 猛喊救命 当时对于事件风口的险浩英 也跟律师商议 打算遵循法律途径 为自己讨回公道 据其身边人透露 险师傅先动手 肯定是理亏的 但他说是有人先撩者见 事后撩人者 还要跟媒体乱说 自己是受害者 这样对险师傅的名誉 有很大影响 我们都赞成险师傅 诉诸法律 等大家看清楚 那个衰仔的真面目 更是怒指有人忘恩负义 始终一认为师 跟人学过武 不应该这样忘恩负义 而曾跟这险师傅 习武二十多年的 非粉歌麦长青 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显浩英是挺理性的人 不是一个会随便出手的人 即使我打人了 他都不会打人 而且他极少喝酒 不过因为这件事情 进入司法程序 所以我都不方便问 师傅是一个心底很好的人 教很多徒弟都没有收钱 麦嘉年曾经拍戏 叫家令功夫 连夜叫师傅教他 师傅也肯教 另外曾与显浩英 合作拍剧的陈美诗也说 合作几个月 都看见他很斯文 听到这个消息很惊讶 至于同样 拜显浩英为师的 黄浩然则坦言 不知敖嘉年 与师傅的恩怨 但一力称师傅 他说 我都算是有拜门 其实拜不拜门是其次 最紧要的是尊重 他是我的好友 好师傅 反观敖嘉年 却没有什么人为他说话 可见显浩英在圈内的地位 如今的显浩英 已经很少出现在荧幕上 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用来陪伴家人 举悉他非常喜欢跑步 常常到世界各地 参加马拉松赛事 其徒弟兼拍档黄浩然 亦是其跑友之一 而他的两个儿子 也都已经长大成神 他并未有墙壁儿子练舞 但二子分别对传统武术 及搏击感兴趣 唯友唯夫唯父 他都做得非常好 也衷心祝福他之后的生活 能够平平安安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 与其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